为什么身边离过婚的人越来越多 作为过来人跟你聊聊婚姻背后的四个真相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有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认为结婚是因为爱情 这是大错特错的 如果你把婚姻背后这四个真相记在心里 可以挽回无数的家庭 第一 没有绝对完美的婚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些夫妻经济条件很好 但遇到无法生育的困扰 有的夫妻亲密无间 但婆媳矛盾重重 上帝为你打开一扇门 就会给你关上一扇窗 第二 对另一半别有太高的期望 结婚纪念日 你希望你老公送你浪漫的玫瑰花 结果他买回来一只烤鸭 你就失望了 是他的错吗 是你期望值太高了 你为啥期望他送你玫瑰花呢 你压根就不要有这种期望 结果他买回来一只烤鸭 陪你喝点红酒 回顾一下曾经 展望一下未来 这不就变成惊喜了吗 任何优点的背后 都藏着一个缺点 事业有成的男人 就没时间陪你 安分顾家的男人 就没时间赚大钱 所以啊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优点时 你要考虑 能不能接纳他的缺点 千万别想着改变他 他父母这么多年都改变不了 你凭啥改变他呀 第三就算结婚 他也会爱上别的人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爱情啊 只有新鲜感 牛排第一口 好吃吧 让你天天三顿吃牛排 哎 连续吃一年 你还爱吃吗 喜心厌旧 是人的天性 如果你见一个 就爱一个 然后就离婚 那孩子怎么办 我们老了怎么办 双方老人的痛苦 谁来承担 孩子的教育 谁来管 结婚 不仅仅是爱情 它更是一种 责任 第四啊 婚姻最坏的结局 其实不是离婚 而是成了 面具夫妻 在家的港湾里 变成了 陌生人 有太多的夫妻 已经过不到一起去了 还在那 互相伤害 有意思吗 其实夫妻间的白头偕老 靠的就是一个字 忍 我讲的人啊 是容忍 而不是隐忍 容忍指的是 对方的小缺点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行了 严忍指的是 对方打破了你的底线 你还忍啥呀 如果对方外面都有人了 超出你的底线了 该放生就放生吧 对待婚姻 要么拿得起 要么放得下 你纠结 就等于慢性自杀 值吗 关注我 下条视频带你分享 终身受益的 三个婚姻真相 ication 哎哼 嗠嗠嗠嗠 嗠嗠嗠 嗠 Head 嗠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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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s 回去 Legislation 我们上 Ha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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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ures 下 säga